对于1950年出生的鼠虎人来说,2024年的整体运势相对来说是相当不错的。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,但是在事业上不但没有江河日下,反而蒸蒸日上,这多半是得到多助呀。 在家庭方面,也是儿孙满堂,何家欢乐的。 需要注意的是,由于已至花甲之年、瘦年龄、体质的影响、健康、财运等方面不是很乐观。 不过无需担心,对于出生在1950年的鼠虎人来说,感情运势在2024年可以用非常棒来形容。 这时的五十后都已享受在儿孙满堂、家庭幸福的欢乐中。 儿孙的尊敬,儿女的爱戴,更是让老人喜笑颜开。 今年生活会越过越好,家人感情也会越来越融洽。 但虎的本性脾气大,有时会因一些小事与家人争吵,这是应该收敛一点,将心比心多为对方考虑。 这样家人的感情就固入泰山了。 1950年鼠虎人2024年健康运势,对于出生在1950年的鼠虎人来说,2024年的健康运势不是很好。 首先,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,体质也在呈下降的趋势。 但是这是可以改善的,饭后多走动、散步、多锻炼身体、多吃健康食品,身体可能会越来越好。 其次,老虎的暴脾气可是有名的,虽至暮年,但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,还是会意气用事,生惹是非,平时需多练练书法,看看书,收收心。 出门在外,也要多加注意,以免遇到一些大麻烦。 1950年鼠虎人2024年财运运势,对于出生1950年的鼠虎人来说,2024年的财运一般。 年龄增大,身体状况的不乐观,很多人已不在工作岗位上,大多的来源都是来自于政府的补给和儿女的供养。 更甚的是,有很多老人无人供养,仅靠政府补贴也远远不能维持生计,只能靠减破烂和其他来维持。 所以,需要大家靠自己的努力,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。 更好地选择一些投资理财的方法,例如购买国债,低风险高收入,可以加大自己的收入。 其实个人的运势好与坏,皆有自己的情况,而且每一个人进入到新的一年的时候,运势都是不同的。 针对出生年份是1950年鼠虎人来看,其实在2024年里,你的运势还是很不错的。 这一年,对于年龄已经74岁的你来说,主要还是要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为第一药物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李淑彤大师有这么一首诗,半世风流半世空,世间在无李淑彤。 半生繁华半世僧,无数奇真功试验,自是一轮圆月要天心。 李淑彤前半生风流倜傥,后半生鸣心入境,以一生的经历,诠释了何为繁华落尽一场空。 一切的尽头,并非实体,恰恰是虚空。 千百年前,依旧有人在地球上生活,千百年后,他们不见了,而身为后代的我们,却出现了。 当然,再过千百年,我们也早已湮灭在历史当中。 其实,人类的历史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,一代代的轮转,一代代的更替,一代代的经历,到最后都需要顿悟此生,离开红尘。 其实,有人问过李淑彤大师一个问题,您到底如何看待生死呢? 李淑彤大师只说了这么四个字,去去就来。 何谓去去就来? 去何来? 那都是相对的。 也就是说,我们走完了这一生,也仅仅是躯体消失而已。 缘起缘落,缘距缘散,生死只对躯体有影响,其余的又算得了什么呢? 人生是一场经历,结果是一场虚空。 人生复杂,让世人一夜障目。 为什么尘世之人会活得痛苦呢? 用李淑彤大师的话来说,那就是悲心交集。 悲苦,那是常态。 而欣喜也会来到我们的身边。 既然如此,那我们追求的就不该是完全顺畅且快乐的人生, 而是有悲有苦的生活。 就拿李淑彤大师的经历来说, 为什么后半生的他能够放下尘世的一切完全看透呢? 因为他知道,尘世间的声色全马,男欢女爱,争斗纠结,也就是那个样子。 经历过了,那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 有些人奢华享受一辈子,也不见得拥有了什么。 最后,还是一场空。 有些人纵情于男女之爱当中,也就图纳一时的快感而已。 感觉过后,也还是虚空。 哪怕是争名夺利,甚至像秦皇汉武一般名垂千古, 到最后,不也要撒手人寰,走向最不情愿的生死尽头吗? 上文说过,李书童大师认为,去去就来就是面对生死最好的态度。 其实,前世今生,或者今生后世,哪怕真的化为尘土,那我们不也在尘世间来去一趟吗? 人生并没有那么复杂,只是世人被某些事一页丈母,就分不清生活的本质罢了。 人活到最后,都只剩下虚无。 音乐制作人朴树说过这么一句话, 如果我能写出如李书童大师宋别一般美的诗词,我宁愿死去。 宋别全诗如下,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 晚风浮流迪生残,西洋山外山。 天之崖,地之脚,之交伴凌落。 人生难得是欢聚,唯有别离多。 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,问君此去几十环,来时莫徘徊。 天之崖,地之脚,之交伴凌落。 一壶啄酒尽于欢,今宵别梦寒。 依旧活着的时候,我们需要送别身边的至亲和朋友。 等到最后,我们也要将自己送别。 就像残阳从地平线落下,人的背影也逐渐消失。 送别,那是我们此生的主题。 无论是谁,都逃不过送别的命运。 要知道,人活到了一定的年纪,那我们面临的终究是虚无。 什么是虚无? 不过是空空如也的意思。 你在有钱,不见得能带走。 你拥有了各地的财富,也不见得能带着离开。 你拥有了无数豪宅别墅,也不见得能千秋万代。 人,终究有老去的那一天。 而事物,终究有消失的那一天。 在时光面前,我们都是匆匆的旅客,只能暂时停留而无法永恒。 悄然离去才是最好的结果。 离书童大师在离世之前,其实给弟子写过这么一首绝笔诗, 华之春满,天心向缘,绚烂之际,归于平淡。 春天到来,这树枝上也逐渐长出了嫩哑。 一切本心,也终究会在悟透之后,变得圆满起来。 悟透,有些人需要十年,有些人需要一辈子,而更多的人,哪怕归去,也悟不透。 人生的所有事,其实都会往平淡的方向发展。 哪怕你如同烟花一般绚烂,那你过一段时间之后,不也变得平淡起来吗? 没有人可以绚烂一辈子,也没有人可以永恒地辉煌下去。 等我们老去的那一刻,就会明白,人类一代代繁衍生息,一代代经历着属于自己的人生, 本质上就是经历由辉煌到平淡的过程。 就跟李淑彤大师一样,年轻的时候,既享受过奢华,又经历过奢靡, 甚至还拥有过绚烂且夺目的成就。 可后半生也逐渐选择平淡下来。 人字两笔,一笔写绚烂,一笔写平淡。 写完了绚烂和平淡,那我们的结果,无外乎是及时归去罢了。 离开,归去,坦然,一颗平常心。 这,才是最好的结果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